地上满是被烧到焦黑的木头 数一数共有十一堆 这些都是山友点燃萤火后的痕迹 林务局志工和热心山友一同清理残墓 把场地复原 这里是台东容貌司山 前往嘉明湖的一处营地 日前有山友为了帮朋友庆生 就直接在这里办起萤火晚会 事后还将影片剖网 殊不知这生萤火的行为已经触法 林务局表示依照森林法规定 森林区域以及森林保护区内 不得有萤火行为 将巡线找出这群山友 并开罚最高60万元 可以结束 因为这些山林可能都是几百年以上 有天使眼泪支撑的嘉明湖 是近年来热门登山路线 不过沿途临向浓密 要是不小心失火将一发不可收拾 而林务局目前除了积极向山友 宣导不可营火观念 也在登山口悬挂防火布条 希望山友们共同维护山林环境 美式新闻 主任台东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